孩子睡了以后,忍不住再来跟大家聊两句 这不是在我的督促下,我所有的家人也都把自己的iPhone,iPad,包括Apple Watch都升级到了最新的系统 虽然家里的老人步速比较慢,还没有跟我互动的时候体验出新功能 但是其实在我的新的那期加餐节目当中,已经有观众留言 问了一个非常,我觉得有价值可以咱们再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首次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首先要庆祝一下我的瓜子泡茶听iPhone系列的第五季 iOS的部分,今天已经圆满结束,为自己鼓掌 那么从正常来讲,从明天开始 下一期常规节目的更新就要进入到第六季的隐私的部分了 那么我也说了嘛,正常来讲 那如果我没更新,那肯定是家里又忙不过来了 明天也超级忙,可能比今天还要忙 刚搬家嘛,一些乱七八糟,对内对外的一些事情啊 各种各种,我尽量吧 就是明天能给看看,明天能不能正常的啊 为大家带来第六季,第一季的内容啊 什么是隐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真正的广告啊 大家如果关注我的频道的这个帖子的话 我刚刚发布了两个调查问卷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提供一些这个信息 我接下来打算做直播嘛 那么我其实没有任何直播的经验 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提供一些关于时间上面 什么时候开直播比较好 因为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讲呢 如果开了直播就没人或者是一两个人 也还好 我也会准备一些自己的想说的内容 但我觉得那样就失去了直播的意义了嘛 那既然是直播 我还是希望以大家的需求跟话题为主 那我呢 就在录播里面跟大家去说一说 我自己的观点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帮帮忙啊 多去投投票 看看是周中好还是周末好 白天好还是晚上好 如果是周末的话呢 您是希望周五的晚上 还是周六的晚上 还是周天的晚上 因为我和北京时间 还有16个小时的时差 那大家知道我要接送孩子 要哄孩子睡觉等等等等 那可能在调查问卷做完了之后 最合适的时间 我不一定能真的拿出来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我还是要先该征求大家的建议的 也要先征求一下 所以这个是打个小广告 那接下来进入到正题 就是有位观众问的 也是我的情况 如果说您在今天到来之前 就是iOS18的正式版发布之前 您已经把自己的主力手机升级到了iOS18的测试版 甚至像我一样升级到了iOS18.1的测试版 那好了 现在正式版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 那这位观众问的问题就是 我现在想降级降回去 因为我不想老是用测试版呀 正式版来了 我就尝鲜也尝过了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享受正式版的快乐了 那怎么降回去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具有点心性 那我想专门录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首先说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不要降回去 接着用你的测试版就好了 但是你可以关闭测试版的自动更新 那将来呢 等到正式版的版本 超过了你目前的测试版版本之后 它会进入到正式版的更新迭代的流程 这个呢 也是往往我在自己体验系统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一般来讲 每年的六月份 我可能就WWDC发布之后 我就进入到测试版了 下半年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新机器嘛 那么就用一下测试版的系统 尝尝些 然后用到九月份 然后等到正式版出来 把测试版关闭 基本上会等到当年的年底 我会进入到正式版的循环更新的流程 然后这样再维持到第二年的六月份 这个正常来讲 我是这样 当然也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这个其实完全看这个系统版本 对我个人的工作跟生活的影响的程度来做决定 所以首先如果你是想从测试版的系统降级到现在的正式版的话 为什么不建议呢 可不可以降 首先当然可以降 因为是测试版 它不会锁住 不让你降的 正常你肯定能降回来 但为什么不建议 原因是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降级方式 只能是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 就相当于还原成出厂状态 你所有的数据都没了 然后你再重新刷一遍机器 刷到目前最新的正式版 那这个时候由于你是主力级 你还要把数据恢复过来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你一定不能用iTunes或者是Mac上的仿达去备份 就是你不能用本地备份数据的方式 一定要用iCloud云端备份的方式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本地的备份 它只能恢复到更新的系统上 它不能恢复到更老的系统上 举个例子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iOS18.1的测试版 你先甭管它是不是测试版 它的版本是18.1 它是高于18的 结果您拿一个18.1的备份 想恢复到18上面 这就是从高了往低了恢复 恢复不了的 从低往高可以 低版本的备份可以被高版本识别 但是高版本的备份是没有办法被低版本识别的 我相信这个背后的道理 大家也应该能够make sense 对吧 就是能够觉得它是合理的 翻译一下 是这样子 好 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不说 然后你还要上传iCloud 从iCloud上下载 最重要的是你折腾了一圈 等你真正的降回到iOS18的正式版之后 你发现你得到的是一个寂寞 为什么呢 因为对你来说 你已经尝先尝到iOS18了 你已经尝到明年去了 那你又退回到今年了 所以对你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降级 我姑且不说你遇到一些什么稳定性的错误的问题 就是仅从如果我们理想状态下 你其实是个降级 你会失去一些功能 就算失去的功能你没有用 但是你也觉得 这活干的挺没劲的 手机也挺好的 没啥事 然后你就白白折腾了一顿 然后浪费了那么长时间 降回去之后啥也没得到 所以我个人非常不建议这么做 虽然能这么做 那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你要去首先判断 你目前使用的测试版的版本 它运行的稳定性怎么样 而这个稳定性是纯主观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再多的人说 你现在用的测试的版本 就是最不稳定的版本 一定要把它改掉 但是你自己用到现在 你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那就是没问题 这是我个人所主张的一种观点 这次的测试版也一样 起码我从6月份开始 用到现在一直在用测试版 我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8我也用过 18.1我也用过 用的都是测试版 到目前正式版出了 我的家人全升级到18.0的 正式版 我还是用18.1的测试版 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 我绝对不建议各位去降级回去 因为那个时间和精力 是白白耗费掉的 你就直接用测试版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还想跟大家说 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我不是说我的观念对 但是我想把我的观念表达出来 你想喷也可以 我认为操作系统 所谓分为正式版和测试版 是对普通用户来讲的 但是对于软件开发者 或者是喜欢尝鲜的用户来讲 我们就说作为软件开发者 或者如果你是Apple公司内部的 专门开发iOS系统的工程师 我愿意相信 他们的眼中是没有所谓的 正式版跟测试版的差别的 可能不能完全说没有 但是在他们的眼中 其实操作系统也好 软件也好 它本身就是在一个 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 您见过哪一个正式版的系统 推出之后 从来不打补丁的 不可能的 就算你这个系统 百分之一百的完美 但是你压不过 时代在变 对吧 新鲜事物在不断的涌现 你这个系统如果一直不更新 就算没有bug 你也应对不了 而且稍微懂一点 这个计算机知识的 都知道 这个系统还有软件 它是绝无可能没有bug的 只是你发现和不发现而已 所以抓虫子这个过程 抓错误这个过程 修正错误这个过程 其实是在不断的进行中的 我甚至愿意相信 开发新的系统功能 和修正旧的系统错误 这是两拨人马在同时进行 所以你如果从这样的一个 操作系统延伸 演变的这个长线上去看 哪有所谓的正式版跟测试版呢 其实没有嘛 所谓的正式版 也就是我的版本 推出一段时间 有少部分人 已经用过一段时间 我有一定的底气 告诉大家说 这个大概率上 推出之后 出错的概率不大 那我在推向 每一个普通用户的时候 我更有自信一点 仅此而已 给大家举个例子 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 我前一段时间 不是给大家开箱了一个 大疆的Neo 小的拍摄助手 我不愿意把它叫无人机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拍摄助手 我是第一时间下单的 也就是说 应该是首发首批 然后我收到之后 我拍过的视频 就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 所有的视频原片下载下来 它记录的时间 全是北京时间 不是我的当地时间 我的手机时间 当然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我跟手机连过 我刚拆包装之后 第一次连上手机 激活完 我就升级了一次系统 然后发现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严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录出来的视频 如果有我说话的声音的话 当然是通过手机收声 那么我下载到手机之后 它的音话是不同步的 我还得自己用剪辑软件 手工人工的去对 然后我昨天还刚刚联系了 大疆的官方的客服 他说帮我问工程师 然后稍后给我邮件反馈 24小时过去了 现在没有收到任何的邮件 但其实在我昨天给他们联系之前 我又发现了一个固件更新 我已经把它更新过了 但是已经是晚上了 我不可能半夜出去飞 所以我晚上的时候 因为正好是北京时间的上午白天 早上90点钟 我这边是天黑 我就去问他 然后他说稍后回复给我 然后今天天亮了之后 我出去再一试 这两个问题全解决 这还是硬件产品在线 这个错误其实够明显了吧 你要说大疆内部人员 在发售这个产品之前 他们自己都没有录一段视频试试吗 音话不同步都没发现吗 时区还好说 因为可能所有的研发都在中国 但是音话不同步 这也太严重了吧 但是呢 就这样了 所以其实 如果你是一个 你装测试系统证明你是一个常先者 你就是少数派 那你基本上就默认 你应该拥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对吧 如果你不想给自己的生活 我在这方面上找麻烦 系统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你会让你严重的去爆发焦虑症的话 那其实你绝对不适合升级到最新的系统 甚至你连最新的正式版 我都不建议你升级 比如说现在18.0出了 如果你是这种系统稍微有点改变 遇到点问题 就马上焦虑症就要犯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现在 你也不要升级到18.0 你升到17.7再用一段时间 因为今天17的版本也打了一个补丁 从17.5.1升级到了17.7 你先升17.7 这也就是我在上一视频当中讲到的 为什么像Apple这种大的公司 它要对所有全球的用户负责任 它就不会把现在更新的蓝色的大的按钮 给你放到一个很明显的位置 我是说升级iOS18 那个明显的位置是什么 它是升到17.7 所以如果用户不是刻意的到屏幕的最下面 去找升级到iOS18的话 它是不会点错的 也是这个原因 这方面对于一个大公司来讲 一定是要保守的 但是对于你已经自己决定 把自己的主力机升级到测试版的话 我觉得你根本不需要降级 那你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一直测试版用下去 没问题 当然你可以更新测试版的时候 稍微滞后一点 举个例子 你现在是18.1的测试版 但是有没有发现 18.1的测试版 它后面有括号的 括号里面会有β1 β2 β3 那么括号里面 这个β几 你甭管它到几 它到β100也好 它的版本号也是18.1 它不是18.2 更不是18.1.1 那只要是括号里面的那个数字升级 没问题 你这个测试版可以继续升下去 但是一般测试版是不会有18.1.1 这样的版本号的 它要么就是18.1的测试版 要么就是18.2的测试版 那这种时候 如果你有一天突然发现18.2的测试版向你推了 然后你不想再这么激进了 你就不要更新了 你就停留在18.1.1的括号βx 或者βn随便 我也不知道是数字 你就停到这就好了 然后你就等 等到正式版的18.1.1发布了 你就可以步入到正式版的更新轨迹里面了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一种 那还有一种呢 其实就是你觉得某一个系统版本 已经对你造成影响了 一个你比较重要的软件 每天都要用的 打开就崩 打开就崩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降级回去 那你为了不影响工作 只能降级回去 所以我为什么不建议这个 呃 非数码爱好者去更新 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也一直很保守的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诩 我这个节目是为非数码爱好者 普通用户来开设的 所以我不推荐大家去更新 那今天正式版发布了 我才推荐大家去更新 然而我的标题 你们也看到了 上一期加仓的标题 对吧 就是还是建议这个事 你自己把好 虽然我是建议 但是你自己还是把握好 当然对于我的家人 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更新 为什么 因为我要和他们去互动 用那些iMessage里面的新功能 如果他们不更新 我给他们发这些新功能 就没有用 他们就用不上 所以家人就说好听一点 支持我更多一点 说难听一点 就是倒霉一点 为了我的星期二号 做一些牺牲 他们应该也愿意的 应该愿意 应该愿意 这个是这个问题 今天其实主要想跟大家聊这个问题 然后在这期节目结束之后 还想提醒各位 有情提示各位几条 第一个是 如果你觉得iOS18系统比较好用 还挺好玩的 也挺稳定 各方面都不错 那么你不要忘了 你的Apple Watch也可以升级了 那么Apple Watch在升级之后 基本上 应该都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生命体征 那个是专门为更好的监测 睡眠和你的健身强度 而量身定制的 对于健康比较在意的 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更新你们的Apple Watch 除非你的Apple Watch 已经是Apple Watch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这种这么老的版本 可能不会支持这个功能 我没有去查 但是我只是猜测 而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功能 我目前还没有发现 因为我的iOS18.1的测试版当中 更新的比较早还没有出现这个选项 所以现在还不确定 大家如果更新完你的Apple Watch之后 发现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知道一下 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你的iPad也可以更新了 你的Mac也更新了 如果你是Apple全家桶 特别是有Mac的用户 之前一直憋着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 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是M系列芯片的Mac电脑 一定要更新到最新的MacOS的操作系统 然后第一时间去体验一下iPhone镜像这个功能 太棒了 太神奇了 绝对你们不会后悔的 这个功能让你的Mac重获新生 就像我前面视频说的一样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的手机电池就那么够用 因为我一到家我就不碰手机 我要么是iPad 要么是Mac 基本上不再碰手机 那么现在有了iPhone镜像 你所有手机上的操作都可以在电脑上去进行了 就是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那没有Mac的就 这个不重要 咱们先聊到这吧 好 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